2021年每日灵修 3月27日上帝的话 经文上帝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见更快 西伯来书4章12节 在密室与上帝独处时 不仅只有祷告而已 读经也是重要的课题 因为上帝的话如灵乃如金金 在与上帝灵修亲近时 上帝不但急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我们也能引用圣经的话来成名我们的心意 或站在上帝如磐石般的应许上 恳求上帝兑现 使我们祷告的内容更加充实 上帝的话教导我们明白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 我们该如何祷告 如何支取上帝的力量 而上帝也常常在这段时间回应我们的祷告 上帝的话源自于上帝的心中 当我们用心灵敬拜亲近他时 上帝与人之间的管道就相通 上帝要把他的爱与意念流入我们心中 而我们也急着祷告将上帝的话变成我们的肺腑之言 向上帝感谢赞美或祈求 作为我们对上帝的爱的回应 这样的交流沟通是甘甜美好的时刻 上帝的话也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而我们也因着爱愿意顺服他的命令 将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 我们越祷告就越发觉的需要上帝的话 我们越读上帝的话就越发觉他话语的甘甜 也更愿意祷告 即此我们也更多得着力量 我们太少祷告的原因之一 是我们太少读上帝的话语 或只是肤浅地读过 只有理性自聚地明白 却没有用心灵去领悟 圣灵能教导我们明白真理 也能教导我们如何亲近上帝 如何在灵里祷告 若每一次亲近上帝的时间 我们都能却确实实地把上帝的话 当作他写来的家书 并成诚恳恳将他的话化作祷告 并等候他的回应 这样一段安静的时光 是我们蒙福得利的源头 我们若常将上帝的话牢记心中 并在生活中实践出来 随时与人分享见证 这将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茁壮 同时谨记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 急着每天不断地灵修 上帝每天都会有新鲜灵粮的供应 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引与力量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一章二节